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朝年间 洛阳城有一个王财柱 在城里做不匹生意 他家的日子笔上不足笔下有余 日子过得倒也殷实富足 王财柱的妻子刘氏与他成婚多年 一直不曾生育 这可急坏了王财柱 于是他就纳了一房小切花式 花式不但貌美 还特别地争气 嫁到王家两个月就有喜了 这可把王财柱高兴坏了 整日陪着花式 生怕出一点差错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 凉春三月的一个早晨 花式顺利生下一个女婴 虽然是个女儿 但对于多年没有孩子的王财柱来说 一样世事若珍宝 抱着软绵绵的小家伙 王财柱竟然喜极而泣 王财柱给女儿取名王玉儿 王玉儿长得白白净净 眉眼清秀可人 谁见了都会夸上几句 说王玉儿从小都这么漂亮 长大的绝对是大美人 王财柱的小妾没有生产的时候 到时就说她怀的是一个千金 王财柱疼爱女儿 希望她将来嫁个好人家 所以在娘胎的时候就定下了娃娃亲 定亲的对象是洛阳城一户姓高的人家 高家虽然没有王家富裕 但高家是书香门第 那个时候 读书人的地位比商人要高 高家家主虽然只是一个秀才 但他学问高深 能写绘画 名气很大 城里的名门望族对高家都敬重三分 高家的儿子叫高天宝 他从小在父亲的耳濡目染下 能师绘画 可以说是一个天才 高家对儿子寄予厚望 希望他将来一举成名 为高家争光 王财柱当然也希望高天宝能有出息 将来在朝中任职 他女儿也可以跟着享福 他的面子上也有光 十几年谈旨一挥间 两个孩子都长大了 高天宝十六岁那年就考中了秀才 可谓是前途无量 可参加乡试却落榜了 再说王玉儿 小时候就是个美人披子 长大之后就更美了 被誉为洛阳城第一美女 上门求亲的富家子弟也不在少数 洛阳城首富朱发财家的独子朱青林 听说王玉儿貌若天仙 就找媒婆上门提亲 王财柱见了就有些动摇 他本来想着高天宝能考中举人 以后再种个状元 自己的女儿就可以欺贫富贵 可高天宝居然连个举人都没有考上 而且家里也不富裕 他就开始后悔给女儿定下了这门亲事 而朱家是洛阳城的首富 家财万贯 牛马成群 不但有店铺 还有印燃厂 如果女儿嫁到朱家去 将来就能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 王财柱这样想着 就去找王玉儿商量 问他愿意嫁到高家还是朱家 王玉儿从小在父母的溺爱下长大 什么事情都是被安排好的 从来都没有自己做主过 因此他也没有自己的主见 就对父亲说道 一切听从爹爹的安排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把女儿嫁到朱家只赚不赔 没有风险 嫁到高家就不一定了 若高天宝以后能考中举人还好 若考不中 只能像他爹一样做一个教书先生 女儿跟着他只能吃康厌菜 王财柱经过再三权衡 决定把女儿嫁到朱家去 可如今又与高家有婚约 如果他主动毁婚 肯定会被人戳几两骨的 大家也会骂他贤偏爱父 如果不解除婚约 如何与朱家结亲呢 王财柱坐在堂屋的椅子上 冥思哭响 想得头都大了 也没有想出一个好办法 就在这时 王玉儿来给他问号 他就对女儿说了自己的想法 说准备与高家退亲 但又找不到合适的理由 他到时候影响不好 王玉儿听了父亲的话 也是一筹莫展 王财柱抬起头 看到王玉儿身边的丫鬟小翠时 就毛色顿开 他站起身 小咪咪的上下打量着小翠 看得小翠有些不好意思 王玉儿也不知道父亲为何这样打量小翠 王财柱说道 把小翠嫁到高家去 这样就不用悔魂了 王玉儿听了 也觉得这个主意不错 小翠是一个孤儿 十岁就被卖到王家做丫鬟 与王玉儿情同手足 小翠听王财主要把自己嫁到高家去 其实心里还是很乐意的 他可以趁着这个机会摆脱丫鬟的身份 要不就要一辈子做丫鬟 永远也没有出头之日 高家宝如今才18岁 一次落榜并不能代表什么 如果他以后考中了 自己也可以跟着他享福 即便考不中 他也可以做一个教书先生 至少吃喝不愁 比嫁给香野村夫要强多了 小翠在心里已经有了主意 就说道 只要能为老爷和小姐排忧解答 我愿意嫁到高家去 王财主听了非常高兴 还夸小翠是一个重情义的女子 说道 只要这是妥善解决了 我是不会亏待你的 小翠说道 老爷不要这样说 我从小就来到王家 我就是王家的人 能为老爷做些事 是我的福气 王财主找到一个 两全其美的办法 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晚上睡觉的时候 就把自己的计划 与妻子说了 刘氏说道 这样不妥吧 你瞒得了一时 瞒不了一世 这是早晚会被高家发现的 到那个时候 咱就有骗婚的嫌疑 如果高家叫起针来 告到县衙去 就麻烦了 王财主一听心就提了起来 说道 如果毁婚 咱们的名誉就会扫地 以后无法在洛阳城立足 如今我想让小翠 代替玉儿嫁过去 你又说怕被发现 难道就让玉儿 嫁到高家受罪吗 我可舍不得 刘氏说道 我倒是有一个办法 不如咱们收小翠做义女 高家娶的是王家的小姐 义女当然也是 到时候即便高家发现 也不能怎么样 她也只能吃个哑巴亏 王财主听了妻子的话 觉得这个办法不错 于是就认小翠做了义女 并给她取名叫王翠兰 王财主怕夜长梦多 就主动到高家去商议婚期 说两个孩子已经到了适婚年纪 早些成家立业 高天宝没有考中举人 本来还担心王家会毁婚 没想到王财主 却主动提出让二人成亲 高家当然是求之不得的 立刻就选定了良辰吉日 然后就准备成亲的各项事宜 成亲当日 高家张灯结彩 兵客满座 八台大教就把王翠兰 娶进了家门 婚宴结束之后 已经是二更天了 高天宝娶了洛阳城最美的女子 心情当然是万分激动的 当她用颤抖的双手 掀开新娘子的红盖头时 有点不敢相信 新娘子长相一般 并不是传说中的美若天仙 她知道传言不可信 也就没有放在心上 高天宝倒了两杯酒 递给王翠兰一杯 说道 娘子 天不早了 喝了这杯喝紧酒就歇息吧 王翠兰羞答答地接过酒杯 夫妻二人喝了酒之后 就宽衣解怠上床休息了 洞房也恩爱缠绵自不必说 懂得都懂 成亲之后 王翠兰就承担起了所有的家务活 不但洗衣做饭 还匹柴挡水 家里的大小事 根本不需要高天宝操心 高天宝没有了后顾之忧 读书效率自然也高 高天宝见妻子勤劳 什么脏活累活都可以干 心想王翠兰是王家大小姐 怎么也能干这种粗活 觉得不可思议 不过她很欣慰 自己娶了一个如此贤惠的妻子 晚上睡觉的时候 王翠兰就会端来洗脚水 给高天宝洗脚 高天宝很是感动 她握住妻子的手说道 娘子 谢谢你 让你受苦了 我一定要发愤读书 让娘子过上好日子 王翠兰柔声说道 相公说的哪里话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我能伺候相公是我的荣幸 一点都不辛苦 相公一定可以一举成名的 我相信你 王翠兰的长相 让高天宝有些失望 可二人相处下来 她觉得今生能娶到王翠兰这样的好妻子 是她的福气 现在给她一个貌若天仙的女子 她也会换的 再说王财主 把王翠兰嫁到高家之后 就了却了她一块心病 就名正言顺地 把王玉儿嫁给了朱青林 想到自己的女儿一辈子 就有想不尽的荣华富贵了 美丽的心情不言而喻 王玉儿嫁到朱家之后 每天都有五六个丫鬟伺候着 吃的是山珍海味 穿的是绫罗绸缎 出门是八台大将 过上了贵妇人的生活 她打心眼里感激小翠 要不是小翠替她出嫁 如今在高家受苦的就是她自己 天有不测风云 王玉儿的好日子还没有过几天 朱家就出事了 朱青林是一个顽固子弟 仗着家里有钱 就在外面横行霸道 结果给人打架把人打死了 而她打死的人不是一般人 而是皇亲国戚 朱青林就被拉去斩首了 她父亲朱元外伤心过度 一命呜呼 朱家没有了男丁 家产就被族人们瓜分了 王玉儿才成亲几个月就成了寡妇 而且连家也没有了 实在没有其他办法 她就回到了娘家居住 王财柱见女儿年纪轻轻 就成了寡妇 也是心痛不已 正在他们一家万分悲痛之时 高天宝居然考中举人 就带着妻子去汉林院任职了 王财柱听说后后悔不已 如果女儿嫁给高天宝 也不会落到如此下场 而且可以欺贫富贵 可谁也没长前后眼 现在是说什么都晚了 再说高天宝到汉林院任职 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文职 但在天子跟前做事 机会就会多一些 一年后 高天宝升为六品官员 从此之后 他的仕途就非常的顺利 一路高歌猛进 仅仅用了三年时间 他就从六品升到了一品 会为宰相 王财柱听说高天宝做了宰相 更是后悔的垂胸顿足 当初要是把女儿嫁过去 如今女儿就是一品夫人了 而自己也是宰相的老岳父 那风光自不必说 王财柱越想越后悔 思虑过重 就突然病倒了 一日 王财柱的心腹刘老大 在街上听说了一件事情 回家对王财柱一说 王财柱是又惊又怕 病得就更厉害了 一天不吃不喝 以泪洗面 原来刘老大听说 高天宝得知了王财柱 骗婚的真相 知道了自己的妻子 根本不是王家小姐 而是一个丫鬟 就恼羞成怒 扬言要报复王财柱 如今的高天宝贵为宰 王财柱在他面前 就如蝼蚁 况且他又做出如此伤天害理之事 王天宝肯定不会饶他 要让他死 简直不费吹灰之力 王月儿见父亲的病情严重 人也瘦得不成样子 又想想自己的命怎么这么苦 就在父亲床前哭哭啼啼 王财柱心如刀割 说道 都是爹爹对不住你 要是当初把你嫁到高家 如今你就可以享受荣华富贵 也不会年纪轻轻就手挂了 爹爹好后悔啊 不过你放心 若高天宝要告状 爹爹一人承担 这与你没有关系 王月儿见父亲老泪纵横 悔恨不已 他也很心疼 哭着说道 爹爹不要这样说 这事我也有责任 若我当初不是贤贫爱父 坚持要嫁给高天宝 如今也不会是这个样子的 妇女二人的肠子都毁清了 忍不住抱头痛哭 就在这时 下人突然来报 说丞相大人来了 王财柱妇女听了 赶紧止住了哭泣 不知如何是好 他们知道高天宝 是来找他们算账的 心中十分恐慌 爹爹 你年纪大了 哪里受得了牢狱之灾 你快躲起来 一切由我承担 王月儿赶紧打开衣柜 要把王元外藏在里面 王元外说道 你还年轻 以后的路还长着呢 我一把老骨头了 死不足惜 他要报复就朝我来吧 你赶紧躲起来 我就说你离家出走了 妇女二人此时事情深意重 都要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 相互拉扯之间 高天宝已经走进了屋子里 高天宝身穿紫色官服 头戴黑色乌纱帽 黑色高筒巢 他红光满面 整个人看起来气宇轩昂 身后还跟着一众跟班 都穿着统一的朝服 王财柱妇女一看差点下滩 赶紧就跪在了高天宝跟前 不知丞相大人前来 老奴有罪 丞相大人 当初的事情都是老奴一时糊涂所为 一切都是我一个人的错 请丞相大人治罪 恳求大人绕过小女一命 这事与她没有关系 王财主流着泪哀求道 王玉儿也哭着说道 这一切都是民女贤贫爱父所知 与我爹爹没有关系 请丞相大人明察 高天宝看着痛哭流涕的妇女二人 竟然哈哈大笑起来 他这是要开始报复了 王财柱妇女跪在地上低着头 浑身直哆嗦 高天宝却弯腰去扶王财柱 说道 岳父大人 你这是干什么 我今天是来感谢你的 快快请起 王财柱一听就猛逼了 自己设计骗婚 高天宝居然要感谢他 这是在说反话吧 他那里赶起来 丞相大人 你要怎么惩罚我都毫无怨言 你就不要逗我这个老头子了 王财柱跪地不起 高天宝朝身边的女子看了一眼 说道 翠兰 你与父亲说 王财柱一听高天宝叫翠兰 二人忍不住抬头看起 就看到一个头戴金钗 身穿绫罗绸缎的贵妇人站在面前 这个女子真是丫鬟小翠 小翠面带微笑 扶起王财柱 说道 您认了我做义女 就是我的父亲 天宝就是您的女婿 爹爹快快起来吧 今天我和天宝是来看您的 说着就叫人把礼品抬进来 王财柱一看这架势 有些不敢相信 高天宝不但没有追究他的责任 还带着厚礼来看他 这让他感到无地自容 小翠又把王玉儿扶了起来 说道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情深似海 虽不是亲姐妹 但胜似亲姐妹 咱们姐妹分别治三年 我没有一日不思念你的 小翠的一席话 说得王玉儿又羞又悔 王财柱心中还是踹踹不安 他不知道高天宝 为何要来感谢他 就说道 丞相大人的礼品老夫哪里感受 无功不受禄啊 丞相大人还是拿回去吧 高天宝说道 你的功劳可大了 听我慢慢道来 原来高天宝升到丞相之后 按照当时的制度 丞相的妻子 就会被封为一品告命夫人 这一品告命夫人的身世 一定要如实汇报 小翠想到自己只是一个丫鬟 而且是配合王财柱 骗了高天宝 到时候上报了真实身份 高天宝一定不会饶他 休了他是小事 说不定还要面临牢狱之灾 小翠思量再三 决定主动向高天宝坦白 他哭着说道 相公 我骗了你 我并不是王家小姐 而是王小姐的一个丫鬟 我知道自己配不上你 更不敢奢望做告命夫人 你就再娶一个大家闺秀吧 恳求您看在孩子的份上 就让我留在你身边坐下 我一辈子伺候你 向你赎罪 高天宝听妻子这样说 也是吃了一惊 原来自己被蒙在鼓里三年 妻子居然是王家的丫鬟 他的内心一时间有点接受不了 但他仔细想想 成婚这三年来 妻子任劳任怨 对他无微不至的关怀 尤其是没有做官之前 妻子为了这个家付出了很多 他才没有后顾之忧 安心读书才考中了举人的 如今他身居高位 也有妻子的功劳 有其如此夫妇何求 他怎么能做忘恩负义的陈世美呢 高天宝拉住小崔的手 眼里充满爱的光芒 说道 不管你是小姐还是丫鬟 我把你娶回了家 你就是我的娘子 这个一品高命夫人 除了你任何人没有资格 翠兰 你为我付出了那么多 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 我发誓只爱你一个人 你就放心吧 小崔没有想到高天宝不但不怪他 还会说出这样一番深情的话 他一下子就扑在丈夫怀里 哭得稀里哗啦 感觉自己这三年的付出太值得了 高天宝心想 要不是王财主 让丫鬟小崔代替小姐出嫁 他也不会娶到一个如此贤惠的妻子 因此他决定不再追究 王财主犯下的错误 而是要来感谢他 高天宝最后说道 你送给我一个如此贤惠的妻子 我怎么会不来感谢你呢 王财主听了高天宝的一番话 羞愧得真想找个地方钻进去 高天宝看似是来感谢王财主 实则是对王财主最大的羞辱 他一辈子精于算计 可人算不如天算 居然把女儿的幸福亲手送给了丫鬟 高天宝夫妇离开之后 王财主又气又羞 急火攻心就一命呜呼了 王财主一死 争其改嫁 小妾也跟人跑了 家中的财产被瓜分殆尽 最后王月儿只能流落街头 洛阳城的老百姓 都知道了王财主妇女 利用丫鬟骗婚的事情 大家都替高天宝打抱不平 如今王家落得如此下场 百姓都拍手称快 小翠听说王家的遭遇之后 就从京城赶了回来 他让王月儿住进了高家老宅 并给他一些银子度日 王月儿才有了一个安身之处 后来高天宝回来寄作 王月儿自觉无脸面对高天宝 就悄悄地走了 到峨眉山做了尼姑 从此清灯古佛相伴一生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做人做事要讲诚信 人算不如天算 人与人之间还是少一些算计 多一些真诚吧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听完我的分享后 您会有所受用 如果您有什么意见 欢迎在下面留言讨论 我们下次再见 欢迎订阅